大家好,我现在在山东济南 刚起床,打算吃个早饭去 济南作为山东的省会 消费还是挺高的 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 在济南一天要花多少钱 走 早上简简单单吃个早餐 营养早餐 蛋炒饭 豆腐、鸡腿、南瓜粥 鸡腿四块五 豆腐四块 一共是十三块 怎么样,营养早餐 每天的消费就是吃饭加住宿 今天住在七天 七天是个快捷酒店 我住的这个是特价房 九十九块钱一天 一个大床,还可以吧 我一个人住 我一般出来住宿都是一百块钱以内 很少超一百块钱 因为一个人没必要住的太贵 节省旅费 他这个位置 就在二环边上的 晚上有点炒啊 这个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这里坐车比较方便 而且楼下很多小吃店 住宿就是这样了 中午了 该吃饭了 我一般都是吃快餐的 快餐里面菜品丰富啊 而且还便宜 济南很多这个超一星 价格很实惠的 进去看看啊 快餐非常多 有荤有素 米饭还有鸡腿 靶子肉 济南人爱吃靶子肉啊 还有豆皮 这是豆卷 再来一个 来个鸡腿嘛 午饭好了 一个豆腐 一个鸡腿 还有个鸡肉 米饭 看看花了多少钱 17块钱 鸡腿是4块5一个 价格还可以吧 挺亲民的 米汤是免费的 这个鸡丁肉量很足啊 这就是我一顿午饭 现在人不是很多 还没到饭点呢 本来想买个夏天的衣服 去游宜库转了一圈 没买到 因为游宜库都是小号 没大号 它最大的是一个叉的 我要至少穿两个叉的 后来没办法 又去李宁转了一圈 买了个T恤299 然后又配了个裤子 也是299 一共花了598 现在买衣服好贵呀 都不打折的 原价卖 我之前还是穿着这种裤子呢 这是棉的 现在穿好热呀 所以要买一个新裤子 济南特别热的 现在 这个裤子我就扔了吧 好多人说我不换衣服啊 因为我没有换洗衣服 买个新的 我就把旧的扔了 裤子也扔了 然后T恤